在阿米尔不停歇的忏悔和祈祷中 索拉伯的生命终于被挽回了 但苏醒后的索拉伯却更加冷漠 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感到厌倦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 作者凯勒德·胡塞尼 演播徐涛 此书已由士气出版集团出版 躺在病床上的索拉伯摇了摇头 厌倦了一切事情 索拉伯 请告诉我 我能做什么 我想要 他开口了 身子又是一缩 把手按在喉咙上 似乎要清除掉 掩住他声音的东西 我想 要回原来的生活 哦 索拉伯 我想 要爸爸 和亲爱的爸吗 我想要杀杀 我想要 跟拉西汉老爷 在花园里玩 我想要回我们的房子生活 我想要回原来的生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该看哪里 所以我望着自己的双手 我想 你原来的生活 也是我原来的生活 我们在同一个院子玩耍 我住在同一座房子 可是那些草已经死了 我们家房子的车道上 停着陌生人的吉普车 油屋 滴满百油路面 我们原来的生活不见了 索拉伯 原来那些人要么死了 要么正在死去 现在只剩下你和我 只剩下你和我了 我说 我没办法给你 我希望你没有 请别那么说 希望你没有 我希望你 让我留在水里 别那么说了 索拉伯 我无法忍受地 听见你这么说 我碰了碰他的肩膀 他缩身抽开 我放下手 凄凉地想起 我在对他实验之前的最后几天 他终于能够自在地接受我的触碰 索拉伯 我没有办法 把你原来的生活给你 我希望珍珠给我这样的力量 但我可以带你走 当时我走向于世 就是要告诉你这个 你有前往美国 跟我和我妻子生活在一起的签证了 真的 我保证 索拉伯从鼻子弹出气 闭上眼睛 我要是没有说出最后三个字就好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后悔的事情 也许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对你出尔反尔 但那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感到非常非常对不起你 我祈求你的原谅 你能做到吗 你能原谅我吗 能相信我吗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等待索拉伯回答的时候 我脑子里一闪 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个冬日 哈桑和我坐在一株酸樱桃树下的雪地上 那天 我跟哈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取笑的 问他愿意不愿意吃泥巴 证明他对我的忠诚 而如今 我是那个被考验的人 那个需要证明自己值得尊重的人 我罪有应得 索拉伯翻过身 背朝着我 很久很久 他一语不发 接着 就在我以为 他也许昏昏睡去的时候 他说 我很累 很累 我坐在他的床上 直到他睡去 我和索拉伯之间有些东西不见了 直到和奥马尔费萨尔律师碰面之前 一道希望的光芒 曾像怯生生的客人那样 走进索拉伯的眼睛 现在 那光芒不见了 客人逃跑了 而我怀疑 他是否有胆量回来 我寻思 要再过多久 才能见到索拉伯的微笑 再过多久 才会信任我 倘若他会的话 于是我离开了病房 走出去 寻找别的旅馆 根本没有意识到 我再次听到索拉伯说话 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 索拉伯从来没有接受我的邀请 他也没有拒绝 当绷带拆开 脱去病符 他只是又一个无家可归的哈扎拉姑尔 他能有什么选择呢 他能去哪儿呢 所以我当他同意了 可实际上 那更像是无言的屈服 与其说是同意 悟宁说是由于 他心灰意乱 怀疑一切而来的 任人摆布 他渴望的是他原来的生活 而他得到的是我和美国 从方方面面看来 这并不能说是什么凄惨的命运 可是我不能这么告诉他 唐使恶魔仍在你脑中徘徊萦绕 前程又从何谈起呢 于是就这样 一个星期之后 穿过一片温暖的黑色停机瓶 我把哈桑的儿子从阿富汗 带到美国 让他飞离那夜已过去的 七侧往事 降落在即将到来的 未知生活之中 某一天 也许是一九八三年 或一九八四年 我在佛里蒙特一间 卖录像带的商店 我站在西片区之前 身边有个家伙拿着便利店的纸杯 边喝可乐 边指着七侠档扣制 问我有没有看过 看过 看过十三次 哦 查尔斯福朗斯在里面死了 詹姆斯科本和罗伯特华恩也死了 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好像我朝他的汽水吐口水一样 好 太谢谢你了 他说着 摇头着走开了 那时我才明白 在美国 你不能透露电影的结局 要不然 你会被谴责 还得为糟蹋了结局的罪行 至上万分歉意 在阿富汗 结局才是最重要的 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伯电影院 看完印度片回家 阿里拉辛汗爸爸 或者爸爸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 各种远房亲戚 在那座房子里出出进境 想知道的就只有这些 电影里面那个姑娘找到幸福了吗 电影里面 那个家伙胜利地实现了她的梦想了吗 还是失败了 予遇而终 他们想知道的是结局 是不是幸福 如果今天有人问起哈桑 索拉伯和我的故事的结局是否圆满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人能回答吗 毕竟 生活并非印度电影 阿富汗人喜欢说 生活会继续 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 不成功或失败 危在旦夕或柳暗 华铭 只顾像游牧布拉那样 风尘仆仆的缓缓前进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个问题 尽管上个星期天 出现了小小的奇迹 七个月 七个月前 也就是二零零一年八月某个温暖的日子 我们回到家里 索拉雅到机场接我们 我从未离开过这么长时间 当她双臂缓住我的脖子的时候 我闻到了她头发上的苹果香味 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她 你仍是我的 亚尔达的照样 什么 没什么 随后 她将身子 蹲到索拉伯一样高 拉起了索拉伯的手 笑着对她说 你好 亲爱的索拉伯 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 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向索拉伯微笑 眼里含着泪水的模样 也看到 假如她的子宫没有背叛主人 她该会是怎样的母亲 索拉伯双脚原地挪动 眼睛往向别处 索拉雅已经把楼上的书房 收拾成索拉伯的卧房 她领着她进去 坐在床檐 床单 秀着风筝 在蓝色的天空中 飞向的图案 她在衣桌旁边的墙上 做了刻度尺 标记英尺和英寸 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 我看到床脚 有个装满图书的柳条框子 一个玩具火车头 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伯穿着纯白色衬衣 和我们离开之前 我在伊斯兰堡给她新买的 鞋纹粗棉裤 衬衣松松垮垮的 挂在她甲骨 壁线的瘦小肩膀上 除了黑色的眼圈 她的面旁 仍是苍白的 没有其他颜色 现在她看着我们 神情冷淡 一如看着医院那些 整齐的摆放在她面前的 装着白米饭的盘子 索拉雅问她 喜欢不喜欢她的房间 我注意到索拉雅 竭力避免去看她的手腕 但眼光总是飘向 那些弯曲的粉红色伤痕 索拉伯低下头 把手藏在大腿之间 什么也没说 接着 她自顾地把头倒在枕头上 我和索拉雅站在门口看着她 不小五分钟 索拉伯就呼呼入睡 我们回到床上 索拉雅的头 靠在我的胸膛上睡去 在我们黑暗的房间中 我清醒地躺着 再次失眠 清醒 孤独地 伴陪着我自己的心魔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悄悄下床 走到索拉伯的房间 我站在她的身旁 望下去 看到她枕头下面 有东西突出 我把她捡起来 发现是 拉辛汗的宝利来照片 那张 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 那夜我给索拉伯的照片 那张哈桑 和索拉伯并排 站在阳光下 眯封着眼睛 似乎世界是个美好 而有正义的地方的照片 我在想 索拉伯究竟躺在床上 将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 翻来覆去地 看了多久呢 拉辛汗在心里这么说 你爸爸是被扯成两半的男人 我是有名分的一半 社会承认的合法的一半 不知不觉间 充当了附近旧恨的化身 我看着哈桑 阳光打在他露出了 缺了两颗门牙的笑容上 爸爸的另一半 没有名分 没有特权的一半 都继承了爸爸身上 纯洁高尚品质的一半 也许 在爸爸内心 某处秘密的地方 这是他 当成自己的 真正儿子的一半 我把照片塞回刚才发现的地方 接着意识到 刚才最后那个念头 居然没有让我心疼 我走向索拉伯的房门 心下寻死 是否宽恕就这样萌生呢 他并非随着神灵显身的玄妙而来 而是痛苦在经过一番收拾之后 终于打点完毕 在深夜悄然退去 催生了他 隔日 将军和亚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碗膳 亚米拉阿姨头发剪短了 也染得比以前更红了 将一盘他买来的当点心的杏仁膏 递给索拉雅 看到索拉伯他喜新鱼色 安拉保佑 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 你有多么的英俊 但是 你真人更加好看 亲爱的索拉伯 他递给索拉伯一件蓝色的毛衣 我替你制了这个 到了下一个冬天 奉安拉之名 你穿上它会合身的 索拉伯从他的手里接过了毛衣 你好 小伙子 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 双手拄着拐杖 看着索拉伯 似乎在研究某人房间的奇异装饰 我一遍又一遍回答亚米拉阿姨 关于我受伤的问题 我曾让索拉雅告诉他们 我被抢了 我不断地向他保证 我没有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再过一两个星期 就可以拆线了 我又能吃他做的饭了 也向他保证 是的 我会在伤疤上摸大黄油和白糖 让他们消失得快一些 索拉雅和他妈妈收拾桌子的时候 将军和我在客厅喝葡萄酒 我跟他谈起喀布尔和塔利班 他边听边点头 拐杖放在腿上 当我说起 我见到那个卖假腿的家伙 他嘖嘖有声 我没有说加斯体育馆的处决 也没有提及阿赛夫 他问起拉星汗 说曾在喀布尔见过他几面 当我告诉他拉星汗的病狂时 他严肃地摇摇头 但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的眼睛 不断看向睡在沙发上的索拉伯 似乎我们一直 在他真正想知道的问题上 兜圈子 兜圈终于结束了 用过晚饭之后 将军放下他的叉子 啊 那么 亲爱的阿米尔 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孩子回来啊 哎 亲爱的一个吧 这是什么问题啊 亚米拉阿姨说 哎 你在忙着织毛衣的时候 亲爱的 我不得不应付邻居 对我们家的看法 你们会有疑问 他们会想知道 为什么有个哈萨拉男孩 住在我女儿家 我怎么跟他们说 索拉雅放下他的条羹 转向他父亲 嗯 你可以告诉他们 啊 没什么索拉雅 我说着 拉起了他的手 没什么 将军说的没错 人们会有疑问 阿米尔 没关系 我转向了将军 啊 你知道马将军大人 我爸爸睡了他仆人的老婆 他给我爸爸生了个儿子 名字叫做哈萨 现在哈萨死掉了 睡在沙发上的男孩就是哈萨的儿子 他是我的侄儿 要是有人发问 你可以这样回答他们 还有 将军大人 以后我在场的时候 请你永远不要叫他 哈萨拉男孩 他有名字 他的名字叫 索拉伯 大家默默吃完那顿饭 如果说索拉伯很安静 是错误的 安静 是祥和 是平静 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钮 沉默 是把那个按钮关掉 把它旋下 全部旋掉 索拉伯的沉默 既不是来自 动明世事之后的泰然自若 也并非由于 他选择了默默不语 来秉持自己的信念 和表达抗议 而是对生活曾有过的黑暗 忍气吞声的赵丹全收 他身在草莹心在汗 人跟我们共同生活 而心跟我们一起的时候 少得可怜 有时候 在市场或者公园里面 我注意到 人们仿佛甚至没有看到他 似乎他根本不存在 我曾经从书本抬头 发现索拉伯 夜已走进房间 坐在我的对面 而我毫无察觉 他走路的样子 似乎害怕留下脚印 移动的时候 似乎不想搅起周围的空气 多数的时候 他选择了睡觉 索拉亚对索拉伯的沉默也难以忍受 在巴基斯坦的国际长途电话线上 我曾听到索拉亚为索拉伯准备一切 游泳客 足球 保龄球 如今他走进索拉伯的房间 投入的一篇 只见到书 原封不动的摆在六条框里面 测量身高的标志上 没有刻痕 拼图依然散开 每一块都让人想起 生活原本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 让人想起那个上位盛放 就已经凋谢了的梦 但他并不孤单 我对索拉伯也曾有过梦想 索拉伯沉默的时候 世界风起云涌 上个九月的某个星期二早晨 双字塔大楼 轰然倒塌 一夜之间世界改变了 美国国旗突然出现在每个地方 在车水马龙中前进的黄色速度车天线上 在行色匆匆的走在拥挤人行道的行人衣襟上 甚至在那些寄身小画廊和临街商店雨棚之下的流浪汉的污秽帽子上 有一天我走过艾迪斯面前 她是个无家可归的女人 每天在萨特街和斯托克顿街十字路口弹奏首风琴 我见到她脚下的首风琴盒子上也贴上了美国国旗 遭到袭击之后不久 美国轰炸了阿富汗 北方联盟乘机而进 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样四处亡命 而索拉伯依然梦游般的度过这段日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 阿米尔像当年的哈桑一样成为了为索拉伯追风筝的人 而这一天也因此成为了阿米尔和索拉伯生命中共同的春天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追风筝的人 阿米尔和索拉伯 十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这一天就槽会了 阿米尔和索拉伯 优优独播故事 阿米尔和索拉伯